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为了推翻阿玛的一切政绩 那 简直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我绝不让他们得逞 黄山极下 干嘛呢 我看看 别胡道了 干正事呢 我们正打算在殿审的时候 给汤马法翻案呢 真的 能行吗 试试看吧 如果连皇上都不能把这局势扳回的话 那我们可真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了 就他 行吗 我相信自宣元皇帝开始以来 中国历经了十四朝 在对天算的认识上 没有一个皇帝可以跟当今的皇帝相比 他可以说是 旷古未闻的 是吗 行了行了 你别瞎说了 你呢 要不然先回去 要不然 就帮我收拾一下桌上的书本 我 给你收拾书桌 我又不是你的太拉温朱 那你呀 得先回去 走 你看什么 我 我哪看了 有什么好看的 假专心装好看啊 我专心的时候 很好看吗 好看什么呀 难看死了 丑死了 好看 好看 丑死了 其实 你真的挺好看的 说笑的样子好看 看树的样子好看 就连生起气来也挺好看的 我是不是太傻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 就这样吧 把人犯带上来 把人犯带上来 好看 你去哪里 好看 这击什么 好看 你呢 我今天把你做了 什么呢 皇上在上 满朝亲王大臣在下 今天定能审出结果来 杨国先 提出你的礼句吧 是 唐柔王 我天朝历年 沿用元代郭守敬立算 堪称经历 三百余年来 并无喘悟 你为什么要修改 中国的历法 元代郭守敬的 守实力 最为优秀 可过去三百余年 后人没假修改 只差五 曾出五 老夫 才做了修改 好好好 那历代旧法 每日十二课分成百课 你西洋心法 为什么要改成九十六课 是何道理啊 将百课分为十二课 必由余数 难以计算 将九十六课分为十二课 则无余数 方便计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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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一昼夜分为一百课 再分十二课 每十八课 三十三秒 三十三威 三十三仙 永无尽数 如果分成九十六课 每十八课 那计算起来就容易多了 杨光仙 你继续 你继续吧 是 罗纪自随唐十有 而心法以罗为纪 以纪为罗 罗属火 纪属土 活土易用 深刻智化各有不同 令民如何适从 罗侯 几都之名 愿所有之 石英 石英是 月之交星所至 罗侯一星 自初宫起计算 而寄星 则从六宫起开始计算 首尾交替 交替分明 你为何要将其颠倒 胡说八道 西洋立法与我中土 绝不相合 唐若妄于你 这是想拿西洋立法 做尽身之劫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证据雀曹 千真万确 你们这是打嘴杖 根本不是草着天算为止 皇上恕罪 杨光仙 你继续下去 不过 必须提出雀曹证据 不能再与他口舌之争 是 我认证据雀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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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你都未收录在十些力中 让百姓驱吉必凶 事后原因呢 那是占星之术 这些都是占星之术 这些都是占星之术 唐玛法 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 对这些东西 并非其所长 故并未罗练 混账 谁为钦天剑 朕累了 咱们不如歇会再议吧 皇上 队长 皇上起驾 怎么样 殿上的结果出来了吗 还没审完 先休息一下 那能是麻法的罪吗 杨公仙提出许多天算问题 都让他麻法一一回答了 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懂的 有的强忍着打哈欠 有的就像婚游太戏一样 倒是在节骨眼上 皇上提出许多问题 我的阳光仙无言以对 真是特别过瘾 那怎么说 麻法并能胜出了 该是如此吧 太好了 我相信满朝大臣里面 除青天剑等几位大人之外 便只有皇上和剧中 能听懂他们在变什么了 要不然皇上 怎能把那个阳光仙给难倒了呢 如果这次麻法获释的话 皇上就是救命恩人 是吗 有这么厉害吗 不是食人衙会吧 食人衙会 也得先躲吧 那你识给我看看 这皇上处处维护汤仪 说的话 比那南淮人还尖锐 闹了半天 所有的指控都给驳回来了 一点上风没站着 如果是这样 这件事情就很难缠了 找这样审下去 必输无疑啊 王爷和各位大人放心 老夫还有一记掌心雷 没有打出来 什么掌心雷 大家放心吧 老夫这一记掌心雷 只要打出去 必定轰天动地 那么之前所有的天算谬误 都会变得毫不重要 总之这次汤仪必死无疑 苏行府 继续吧 喳 杨光仙 说了这半天 你还没拿出汤若望谋反的证据 到底有什么证据 快拿出来 是 草民要控告汤若望 天算之名 谋害黄氏 终止这些年来 黄氏多国 武剑 你可知你所说的 是天大的谋逆罪名 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 本官 会判你污蔑之罪 回大人 此事乃千真万确 好 你说 要有半句胡言 本官 就将你的脑袋炸下来 喳 先帝四王子荣亲王封后 汤若望 旋捡藏期藏地之时 不用正武刑 凡用红犯武刑 山巷 年月 巨犯杀计 致使数年间 静端皇后 红氏 真妃红氏 顺之爷驾崩 汤若望 施行妖术 阴害皇室 由此带来一连串厄运 皇上 汤若望 事犯重大 十恶不赦 请皇上 给他定罪 真是荒谬 皇上是病死的 跟立法何干 草民 愿为皇上 细细分泡 安徽设县 有一妇人 年逾八十 五代通堂 可谓 福慧双修 谁料被仇家陷害 趁着他一个元孙落生便死 即收买风水先生 以红犯五行选择藏期藏地 结果十日内眷属相继黄顾 竟达三十九人之多 这红犯五行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红犯五行 在乾明崇祯年间 还另有一个名字 叫密蛮经 满 在当时来说 指的就是满清 这就是 该诸的 皇上 唐若望在乾明崇祯年间 参与明朝修理局 掌管推算 对灭蛮经 所知甚多 你是险恶谋反之心 你是昭然若见 唐若望 现已罪证确凿 你还有什么分辨吗 你们冤枉他 你们实在是冤枉他 唐玛撒旦 在今天建立 只是从事科学 天算等研究 从来就不负责那些 为皇室选择藏期藏地 有关占占风水一类的事情 另有他人负责 可是你们 却把罪责强加在他身上 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而且又重病缠身 你们 你们这是在陷害 是有意陷害 南怀人 你殿堂叫嚣大胆犯上 本官可以判你死罪 你说是陷害 你能提出反证吗 你能证明 倘若望所为的 不是洪犯五行 皇子殡葬的石刻地点 没有犯机吗 苏清府说得对 那你们这些人当中 又有谁懂这个洪犯五行呢 如果判案的人都不懂 那怎么来变这个真伪 朕以为 还是先研读一下洪犯五行 再做判断 皇上 那可不行啊 那要研读到什么时候啊 一年 两年 正该如此 一年不够两年 两年不够五年 朕绝不会 以某人的一面之词来定罪 这是科学精神 皇上 什么科学精神 那不过是 汉人们跟着洋人们 照毛画虎 英武学蛇 皇上 所以不予理会 不予理会 皇上常说 得天下靠金戈填马 治天下 靠文教科学 难道这也错了 也不该理会 先帝一诏 罪己诏称 见习汉俗 于淳朴旧制 日有更张 又罪己称 满洲诸臣不能重用 才有莫展 以重用汉臣 先帝 既能够谢过 皇上 为什么还要老调重谈 重蹈覆辙 那是先帝 安抚你们满臣的话 不然这年要登基 怎么得到你们扶持 皇上 倘若望不吹的 是先帝推行的新政 先帝在遗诏中 已因此罪己毁不当初 倘若望的理论 理当诸致 你这是诬陷先帝不义 先帝所托 皇上 父臣按先帝一命辅证 皆已战战兢兢 时刻深恐有负所托 先帝罪己诏出 倘若望难辞其罪 显证据确凿 证明其存心谋反 奴才是不得已 才依法处义即行 这也是依先帝意志而行 你 送个三哈 朕 朕不许以先帝之名 行罪而知识 皇上提驾 君寤大慕华 臣能叩见太皇太后 都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苏可撒哈呢 回太皇太后 苏大人他 他染病了 所以不能来参见太皇太后 他真的病了吗 皇上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掌国顾命大臣 确实闻所未闻啊 往后叫我这个辅政大臣 还怎么干下去 辅政大臣也许是干不下去了 可是侯爷博言 你们进宫求见是为何事啊 回太皇太后 奴才等部才 未能辅助右冲皇上 周里朝政 屡有闪失 触怒龙颜 有负先帝所托 奴才等实在是羞愧难当 因此特向太皇太后请罪 请太皇太后免去 我等辅政大臣之职 闭门思过 清于恩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你刚才说的话里头有一句说的特别对 那就是皇上还是右冲之灵 皇上年幼登基什么事都不懂 而这些年来 抚尘秉国天下太平民封勿赋 这是谁的功 这是谁的劳 我心里清清楚楚 而皇上 在太和殿里又做了什么 旷古未闻的事情 我也知道 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些降罪请辞的话 就不要再说了 太皇太后 我说了不要再说了就别说了 你们都是三朝四朝的重臣 通情达理 皇上他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 当然了 如果你们坚持要这么做 我也不勉强你们 可是我得跟先帝说一声 弗林娜 我们又认错人了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以后 我会还你们府臣们一个公道的 谢太皇太后 那就这样吧 不行的心 既要安抚府臣 那一定还要安抚苏大人 只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重赏 所以啊 我说苏大人 如果我是你 我就嫌皇上那锦儿光 打得还不够响亮 打得还不够有力 越想亮 你的封赏就越多 越有力 你的权力也就越大 恭喜你啊 苏大人 这可真是一掌值万金 我认为 你真应该好好谢谢 咱们这位任性的小主子才对 你ник roller 萱业 给皇妈妈请安 叩见老佛爷 都起来吧 喳 坐 皇上 你皇马膜给你赐座 皇上 皇上 你想说什么 玄业 知错了 那又该怎么办 玄业 愿承担一切后果 王斌 在 关衰 在 方若瑜 在 你们三位是皇上的帝师 你们的责任是 不但要给皇上传授知识 还要教会皇上人均之道 教不言 师之过 皇帝犯错 是你们没有把他交好 来人哪 拉出去给我斩首 走 太皇太后 恕罪 恕罪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开恩 开恩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对呀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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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俱忠 你 你是皇上的伴读 皇帝圣言之道没有学好 你耿俱忠 是难逃责任的 罚奉禄三年 亭杖一百 来人 在 拿下 是 举中 皇妈妈 皇上 岳乐 臣在 从小 我就把皇上 交给你来管教 皇上犯错 你这个皇叔当罚 义阵王大臣会议 你不要再去了 三天之内 你们全家 发回封地 没有我的旨意 不准离开 皇妈妈 这 你不要杀我的老师 不要战法剧终 更不要放出安王叔 一切都是学业的错 学业 愿承担一切责任 你当然要承担责任 你的责任 就是三条人命 耿居中被严惩庭帐一百 你的安王叔被赶出义阵王大臣会议 皇室的影响力受到很大削弱 你就是要承担 这些后果 所以皇妈 学业求你给此机会 收回成命 那看你是不是知错了 学业 知错了 错在哪里 学业错在时间不对 你还是没有知错 大苏格萨哈是没错 大苏格萨哈是没错 他们明明在审他马法 可暗里却得审华阿拉 他们要推翻华阿拉 满汉一家的治国理念 这是学业绝对无法容忍的 错在哪里 学业错在时间不对 怎么不对 学业还没亲政 大权在末 要是学业亲政了 杀了苏格萨哈都可以 可是现在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孩儿实在无法容忍 才做出这样鲁莽的事来 皇妈妈 学业最后再求你一次 收回成命 放过他们 学业 你磕头了 这件事情 我只能这么解决 否则 就难以平复 满臣门的怒气 朝纲就会大乱 好孙子 记住今天 所发生的事情 下去吧 这 昨天 都在社稷 没 走 走 不要 怎么样 老佛爷有没有责罚你 没事就好 剧中呢 剧中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剧中去哪儿了 曹营 剧中去哪儿了 剧中他 他怎么了 剧中他回府了 回府了 他干吗回府 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回来 他被老佛爷罚了亭杖一百 被打得站不起来了 所以就送回府调养了 剧中被打了亭杖一百 那还有谁被罚了 还赐死了三名帝师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快说呀 暗王叔一家遣返封地 三人内起刑 没有剩育 不得离开 暗门要走了 那 那我也要离开紫禁城 对不起 不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去找老伯爷 还怎么车 我走 并 它 还不 水 不 你别拦着我 老佛爷 老佛爷 您不要我了 老佛爷 您说句话呀 老佛爷 您不是想让我走 您只是说说而已 您不会赶冰月走的对吗 你看你 眼睛都枯肿了 老佛爷 您说呀 您不会让我走 您只是说说而已 老佛爷 求求您了 别让冰月走 冰月从小就在您身边 从没离开过皇宫 从没离开过你 也从没离开过皇帝哥哥 老佛爷 我不想走 老佛爷 求求您了 求求您别让我走 求求您收回成命吧 老佛爷 老佛爷 不要再哭了 老佛爷 回家 慢慢 ago 女人从来就是为了 成就男人的大业 都是一个尊严的 只剩下三天了 皇帝哥哥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当然 这三天 你能不离开我吗 我也答应你 这三天 我会高高兴兴的 我不会哭 老福也说过 我不应该哭 所以我要高高兴兴的 跟你过完这三天 太皇太后驾到 皇上驾到 叩见太皇太后 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听说你病了 我心里挺着急的 四府臣各司其职 朝刚才能稳住 你因病不能办差 那朝政由谁来把持呢 所以我和皇上 特意来看看你 这里有两根上等的人身 赏给你好好的 调养调养身体 谢太皇太后赏赐 谢皇上赏赐 你要好好调养 尽快痊愈 早日回朝啊 得太皇太后和皇上的恩宠 一驾亲临慰问 奴才即便万死也不能谢恩 只是 什么 只是奴才庸碌 有负先帝所托 引得皇上震怒 奴才内心惶恐 焦虑成吉 恐难再当父臣之人 什么庸碌啊 老百姓有句话说 索尼中 苏克经 碧龙祠 敖拜直 你们四府臣 是各有所长啊 而在四府臣中 旧属你 最善有谋略 也最有辩才 又精通 满汉蒙三文 最近 索尼丁忧 你担当了首府之职 深得百官的称颂 我还听一些大臣们说 你比索尼还做得好呢 奴才不敢当 奴才只是尽忠 终于先帝所托 终于社稷之父 所以说嘛 那朝廷没有你 怎么行呢 皇上你说是吗 老佛爷说得有道理 朕还年幼 急需苏亲府相助 处理朝政 皇上已经登基三年了 你们四府臣也够辛苦的 我早该好好的赏赐你们了 苏格萨哈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谢太皇太后赏赐 谢皇上恩典 苏格萨哈 但凡还有一口气 当尽职尽责为朝廷办差 万死不死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把现在的 二等子爵之贤位 让给你的长子承袭 我封你为三等宫 这可不能再大了 再大 就该封王了 谢太皇太后 谢皇上 至于你朝中的职务 你回去交代一下 暂时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身体有病 那就好好地休息吧 我另外再赏你半年假 待在家里养精蓄锐 日后 皇上还要好好地以众你呢 苏大人 老佛爷如此赏赐 你该谢恩才是 谢太皇太后 恩典 好了 你好好地养病吧 那我们回去了 皇上起驾 太皇太后起驾 想不到啊 皇上在太和殿的这一见耳光 竟打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杀帝师 把安亲王 听仗耿惧忠 老佛爷处事果断 干脆利落 很快 还了满臣的面子 暖了满臣的心 画起了一场危机 这个苏克萨哈 非要判罪于汤马法 其心已一目了然 他以为 扳倒了马法 就能得到满臣的支持 首府之位 就好像非他莫属了 谁想到 聪明反辈聪明误 他太小看咱们老佛爷了 其实老佛爷 早就看出了他的野心 只是苦无良机 这次虽然皇上犯了点错误 可恰给老佛爷一个机会 既保住了索尼 又重挫了苏克萨哈的锐气 真是一剑双雕啊 静修修 这是喜事啊 你怎么还一脸的愁云呢 有两件事 让我喜不喜爱 哪两件事啊 一是 苏克萨哈 竟敢如此嚣张地 跟老佛爷作对 断不会是他单枪皮马 那背后到底是谁 在给他撑腰 这个人的身份 非同一般呢 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另一件呢 麻烦 现今刑已判 恐怕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除非 真有奇迹发生啊 啊 啊